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我们已经教过了四则运算和分配率结合率 在这一章我们特别要学的是绝对值 在数件上面绝对值具有一些很特别的意义 所以来翻开我们的笔记 请在你的笔记上面写下这一句话 绝对值就是一如以往 就是说如果我有一天转头问你绝对值就是什么 那请告诉我绝对值就是距离 正确来说绝对值就是在数线上的距离 比如说有8跟3的距离 8跟3的距离就是8减3的绝对值数 那又比如说这个3跟8的距离 那不是同一个吗 3减8的距离也是 所以来在下面多写一句话 这个如果我写绝对值5减a呢 那么这个这样子的笔号就代表着这个 5到a的距离 那因为5到a的距离就是a到5的距离嘛 所以绝对值5减a和绝对值a减5其实是一样的 可以吗 5减a跟a减5就差一个负号 那加了绝对值就没有差了 所以举例这个绝对值x 那绝对值x是5 那x呢以刚才这个角度 绝对值就是在数线上的距离 我们刚刚讲的是5减什么嘛 那x的绝对值要怎么解释呢 它其实就是x减0的绝对值 也就是说x到0的距离是5 所以这一个值是 正5或负5嘛 对不对 所以x是正负5 可以吗 那我们在这个绝对值 在后面的数学运算上面呢 更长的去集中在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绝对值出来一定是正的 它是忽略正负号的这个处理模式 所以今天这个开绝对值这件事情 你刚才这个绝对值x等于5来说 其实并不是说绝对值拿掉 对面加正负号就好 应该用下面这个角度正确的去描述它 因为这样倒着一个点三点 一个倒三角形象点三点 是因为 因为所以的因为 因为绝对值一定是正的 你们就跟我一起写在你们的本质上 因为绝对值一定是正的 但x不一定是正的 也可 可能是负的 因为我们才刚学数学 那以后我们在描述正的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写这个正这样子的记号 我们会写大于0 或大于等于0 大于等于0代表它是正的或0 那负的就写小于0 这样子 好 所以绝对值x这件事情 如果你是x是3 绝对值x就是3 那所以绝对值x就是x 对不对 如果你x是-3呢 绝对值x仍然要是3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那绝对值x呢 它是这个-3可是没有的负号 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一件事情 就是加 你如果比如说2 加一个负号变负2 或者负2 少了一个负号变回2 我们都用一个概念 也就是少了一个负号 我们视为是帮这个东西再多加一个负号 让它负负得正 所以不论是正的变负的 还是负的变正的 都用这种乘以负1 好 就是加一个负号的角度去想它 所以就是负3 它是负的3 而正3呢 它是负的负3 可以吗 好 所以要变号 来这个 在这下面标注 标注这句话 变号 要变号就是乘以负1 也就是把负的 负 就像我刚刚这样写 负3是负的3 那3是负的负3 可以吗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变号这件事情 那来 这个 我们刚才 继续我们刚刚讲这个绝对值 所以我们再写一次 绝对值X它其实会是多少呢 以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 正确的去描述它呢 我们其实要分两 分成两个情形 第一个是 如果X本身是正的 那我们刚刚有讲了 我们写这个大于等于0 如果X本身是正的话 如果 如果X本身是正的 那么绝对值X其实就是X啊 因为它出来就是那个数字嘛 对不对 那如果X本身是负的呢 那其实绝对值X它就不是那个数字了 它是那个数字但是没有负号 那没有负号我们四为四五多乘一个负给它 所以这样绝对值X就是负X 这样子 这样有懂吗 好 那所以说这个 如果今天我已经告诉你 X小于2 好 我已经告诉你X小于2 那么绝对值的X减2 那这样 因为它小于2嘛 所以它减2一定是负的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负的X减2 我不管你X减2是多少啊 那那个数字我要啊 可是负号我不要啊 负号我不要的方式就是乘一个负号给你 对不对 好 这样懂吗 那这个部分 大家要透过练习再来慢慢的让自己熟练 那我们进一步要去多讲一件事情 所以在下面再标注一个动叠 这个也是这个运算之后 收集起来的知识习惯了 就是说如果你负的东西 里面是一个A减B的话 那我们前面有学过分配率 分配率 来 负号自己本身就等于是乘负1的意思 减和负号就是乘负1的意思 所以负号A减B 那这个负号要分配进来 分配进来 所以它会变成 负A加B 也就会变成B减A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利用学绝对值的机会 我们就顺便了解一下 所以说其实A减B跟B减A是同样一个数字 但是就是差了那个正负号 对不对 5减8是负3 但是8减5就正3 所以其实负的A减B呢 它就会是 我们刚才用分配率去推导 它就是B减A 就是导过来减 负的8减5就是5减8 对不对 好 好 那这样子知道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几个立体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四个题目 这个把它抄起来 然后来解解看 那同样的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聊一聊 在这个我们国一开始 除了学术学之外还会学生物 那生物只有国一才有 到国二之后呢 就学的是理化 那也许慢慢的呢 同学就会好奇一件事情 但是可能不会问 就是我们学的好像都是外国人的东西 对不对 学这个代数运算 也是XY 然后学理化也都是外国人发明的 那我们中国人在干嘛 号称5000年的历史 对不对 这个到底有没有5000年 还是2000多年3000年 这个是另外一个界定的方式 界定的看法 那不论如何 中国历史很悠久 是的确的 那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科学 好像不是太发达 其实中国人是有自己的科学 不过不发达也是真的 那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中国人的科学也算是小有成果 那我们最流民的几项呢 倒不是这个课本上会讲到我们三大发明 造指数火药和指南针 其实中国有一项科学是很特别的 就是我们的化学研究得很早 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五行 这个五行加五行六合 到汉朝的时候就衍生出了所谓的炼丹 那这个方式 术式炼丹呢 他们其实用的是所谓的 拱旗合金的氧化还原 这个到国二大家就会学到氧化还原 简单来说 他们在大自然中采集到一些矿物 那把这个矿物拿去炉里面烧一烧 发现里面会流出一些金色的 亮金金的 但是是暗暗的 会亮但是是银灰色的东西 那那个可能是这个被烧链之后 氧化还原出来的水银 接着他们又把一些东西加进去 又跟水银结合 又会变成别的东西 这样子 那他们去记录这一系列的变化呢 在以前的古代人 他不了解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就去想象说 在自然界中 这个火能够烧木头 火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那个水来土烟 土克水 水克火这样 火克金金克木 那于是他们就 从自然界的这个现象呢 去想象在他的炼丹炉里面 可能也是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可是比较不一样 他们认为炼丹炉里面 这一些呢 是天地之间的精华 你看到的 他们看到的那个桶被还原出来 他以为这个是金属的精华 水银被还原出来 亮晶晶的液体 他以为是水的精华 那 于是他们认为这些是精华 在这个炼丹炉里面呢 原本在自然界中要发生好几百年 才会发生的变化 在炼丹炉里面 快速的反应 其实这个想法是有一点点正确 因为温度提高和吹化器的效用 所以他快速的反应 那但是古代的人不了解 他们就想象这个代表这个炼丹炉里 别有洞天 所以 里面炼出来的东西是几千几万年 运转下来的这个产物 一定是结晶 这个一定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他们就想象这个吃下去可以得到成仙 在汉朝有一些炼丹的记载 很可惜就是后来中国人没有真的花力气去钻研这个 他们把它往神话方面就想了 他们就吃了这些这个炼出来的丹药 里面就含有大量的这个重金属 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重金属会有毒 可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是重金属中毒就挂了 挂了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重金属中毒身亡 他们觉得自己吃了这个会挂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要去当神仙了 所以汉代有一些炼丹的典籍就记载 那个方式他炼出了一炉丹药 在炼的期间还都不可以跟别人讲 这是秘密 那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方法练出来之后 分给他们全家人一人吃一颗 于是一夕之间呢 这个 拔斧飞升 听起来有没有觉得 哇塞你知道吗 拔斧飞升好像就是全家人跑去当神仙 连那个斧就是屋子 连屋子一起升上天去 拔起来升上天去 拔斧飞升 但是其实就是全家人在一个晚上这么清楚 重金属中毒身亡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化学 很可惜就是后来走往宗教的路上 那没有深入的研究 中国的世代夫们在研究这个乳学 那我们有机会再聊 来 我来看这四题 这四题呢 就是这个 这一题 这是分配率的题目 负3乘以这个 x加2等于负2的话 那分配率分配进来 分配进来 所以负3x减6等于负2 负3x等于 然后两边一起加6 4 x等于 怎么办 负3不要 除以负3 可以吗 跟得上吧 跟不上要多练习 x-3乘-1 那在这里我们练习这个 分配率也可以从后面分过来 乘1分1给他 乘1分1给他 那你这样分出来 也是一个做法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干脆把-1分1直接先解决掉 其实刚刚这个3也可以先除掉 那这个1分1我们先不要 于是 我x-3就不乘这个1分1了 那不乘2分1要怎么办 我们讲过很多次 乘2嘛 不它是负的 所以我们不乘负2分1 乘负2 等于 1分1乘负2是3分2 所以x不减3要加3 3分之-2加3 等于是2又3个7 这样可以吗 好 这个绝对值x-5 我刚刚介绍的 x是正5或-5 那正确来说 x如果要大于0的话是正5 如果小于0的话是-5 那这岂不是废话吗 所以直接打这样子也是对的 好 来下一个 8-x等于5 那这个呢我们就来详细的算一下 所以如果 8-x是正的 那8-x的绝对值就可以直接视为是8-x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抄8-x下来 它会等于5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 8不减x了 所以两边同加x 我把x弄来这边了 因为我要正的x 那两边同-5 所以你会发现x等于3 那这个是在8-x大于0的情况下 所以你要回头去检查 诶 这样子 x等于3的话 8-x有没有大于0 有 可以 那这个答案可以用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 如果 8-x小于0 如果8-x小于0 我们刚刚说了 8-x本身是负的 所以它取绝对值之后要变正的 就不可以写8-x了 改写成x-8 这样会等于5 所以x是13 那这样子的话 x是13的话 8-x有没有小于0 有 可以 所以这个答案也可以要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x等于5或13 啊 不对 3或13 等等 3或13 那 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 因为这个 国中数学呢 在 一开始 教绝对值的部分 题目太简单 比如说这一题也算有一点太简单 所以你这一题如果 直接用那一个想法 就是说 绝对值拿掉 然后右边加正符号 你会得到 8-x等于正负5 好 那所以8-x是正5或-5去算 算出来也是这个答案 也是对 但是呢 当题目变复杂了之后 你只是想这个8-x拿掉加正符号 这就不会对了 好 在这里提醒一下 可以吗 嗯 好 那么 来看这一题 诶 看这一题好了 来 2乘x加1 减3x 减2 减2分之x 减3 那很快的 我们来做分配率 2x加2 然后减3x 减2 然后 加2分之x 减2分之3 可以吗 你有写对吗 那 所以这样子下来呢 这个x总共有三项 2-3 加2分之1 所以是 -1加2分之1 -1再加一半回来 所以还缺一半 然后 然后常数是 正2-2又 -2分之3 好 这是答案 -2分之x-2分之3 好 这样子 好 那 说明这两题 其他的这个 答案会留在 我们的影片下面 那大家再去看 ok 接着来介绍 绝对值 他有几个特别的题型 大家 写到本子上好了 来我们在这下面 来写这个 写一题 所以请把 题目也抄起来 好 好 绝对值 x加3 然后加上 绝对值的 y-2 再加上绝对值的 z加3 等于0 那这样子 这个题目呢 他问你xyz是多少 我们以前好像没有解过这种 哇塞 一次要解三个位置数 好 那他这个题目 只考一件事情而已 好 跟着我一起 在这个下面标记号 因为绝对值一定会 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大于等于0 就写一个正的记号 所以这个东西 他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这个东西 他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这个东西 他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一些大于等于0的东西 加起来 如果会等于0 好 代表全部都是0 好 记住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 很好想嘛 因为我一定要大于等于0 所以我如果不是等于0 我就是某一个正的数字 假设正2好了 正2跟你们合起来 会等于0 那也就是到时候 你们要帮我把这2扣掉啊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三个 三个人齁 那个 一起去 一起去买东西齁 妈妈给我们钱齁 老师给我们钱齁 三个同学一起去买东西 去买不一样的东西 那最后钱要刚刚好花光 如果我花超过了 是不是代表你们就要少花一点 那可是因为现在三个都是大于等于0 所以没有人可以是负的啊 所以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 就是三个人都只花刚好而已 所以三个人就 这三个都是0 所以这一题呢 在建立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这三个都是0的话 那么x加3是0 x是-3 同样的y-2 是0 y是2 z加3是0 所以z也是-3 可以吗 这个图形呢 它揭露了的事情是 这个x它其实是小于3又2分之1 大于-2又2分之1 它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其实它是要你判断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这里学的 绝对值里面有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它如果是正的 绝对值就可以直接拿掉 如果是小于0的 绝对值拿掉的时候要加符号 如果你对一个a-b加的符号 就会变b-a 所以这个题目等于是这件事情的应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6-x 当x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6-x真的还不得 应该是正的 因为x比3.5小 所以6-x其实是正的 那x-4 x比3.5小 解释应该是负的 那x加3呢 x比3.5小 这个部分 它加3当然可能是正的 不过我们还要看另外一头 它比负的2又2分之1大 它比负2.5大 对 所以它加3都会加到超过去到正的那边 所以x加3是正的 那负3-x呢 所以这个部分是小于0 是负的 可以吗 你可以想象这个x它本身 在这么大的情况下去 被负3-x 会越减越过去 所以我们推估了这四个的正负号之后呢 6-x既然是正的 就可以直接抄 减掉 4-x既然是负的 要改写成 x-4既然是负的 要改写成4-x 加上 x加3既然是正的 可以直接抄 减掉 负3-x既然是负的 我要乘一个负号给它 会变成正3加x 这个 外面的这个负号 都要同时对里面这个作用 所以要记得打括号 然后你再把它乘开来 我算在直上 这样可以吗 那下一集呢 我们会开始交这个 公式单位的换算 然后还会交这个指数率 那 我们的国中第一章就是 数线 方程 数线绝对值 公司单位换算指数率 然后最后科学记 好 那今天这堂课就交到这里啦